我想要申請駐警器 申請駐警器我們需要符合下列這些規定 那大致上有聲音障礙 低收 然後消防上搶救的困難地區 然後還有小小巷道還有其他火災高風險 只要你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項的話 都可以來跟我們消防局申請 小巷弄的部分的話 對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巷弄的清澈 全縣的小小巷弄的清澈都會列在上面 那如果民眾有需要的話 就是到就近的消防隊先用電話做聯繫 這個住警器是符合我們消防局 申請資格的發放一個住警器 讓我們的鄉親回去安裝 那這個住警器它是屬於高規格的鋰電池 鋰電池裝上去之後 這個電池可以使用長效型可以使用到10年 那我們裝上去之後 我們安裝的部分就是很簡單 一個泡棉在天花板的上方 那在安裝住警器的時候 說明書裡面都有規定 那大致上我們對上為了讓民眾能夠比較簡潔的了解 我們有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檢表 這是一個我們透天的建築物 或者是一般建築物的形式 還有裡面的一些安裝的位置 這些網上都找得到資料 那在說明書裡面 那我們即日起 我們就會開始讓民眾來申請 然後並且撥發 那整個目前 經過盤點在消防局的部分的話 大約有7000顆的一個儲量 那撥發的部分的話 就是因為數量有限 它符合規定的鄉親 請警速到鄰近的消防隊來做一個申請 這些住警器 都是很感謝我們民間的一些 善心的機構 還有一些團體來捐贈